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这样精彩的人生舞台 3月3日,有台媒爆出一则消息 称林志玲结婚以后屡次遭遇日籍丈夫黑泽良平家暴 日子过得很不幸福 爆料中说道,南方下手比较狠 一度将林志玲的假体打出来 之前她借付出之名回台湾 其实是回来修复假体的 报道中还表示,黑泽良平婚后并不老实 多次背着林志玲在外偷吃 俩人因此产生矛盾 但尽管南方家暴出轨 志玲姐姐依旧没有离开的想法 甚至没有告诉家人 因为俩人婚前曾有协议 若是爆出婚姻中的负面 将要赔偿天价违约金 在爆料的最后,媒体还放出一则视频 只见视频中 一名穿着白色衬衫的男子背对镜头 对着沙发上的一名女子施行暴力行为 期间,俩人的正脸都没有出镜 不过南方的身形与黑泽良平相似度很高 在视频的末尾 还有一丝林志玲被打伤的脸部照片 这个消息曝光后 迅速在网络上流传 不少网友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人觉得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毕竟林志玲婚后遭家暴的新闻发酵多次 只是她本人从来不愿意正面承认 自从两人结婚后就搬到了日本 这段时间里 关于林志玲和黑泽良平之间的关系 有报道说并不融洽 甚至还闹出了一些小矛盾 甚至还流传出了一些视频 不过每次绯闻刚出没多久 他们就会一起出来澄清 并且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宝宝 所以大部分的流言蜚语都被压了下去 但当林志玲协家归巢回台湾 并在去年高调宣布回归时 她和黑泽良平的婚姻状况 又一次成为了网络上讨论的焦点 一开始林志玲只说是因为要照顾老妈妈 并且对外宣称自己和丈夫感情很好 更有记者看到林志玲在工作之余 为自己的家人买饭的场景 证实了这一点 但事实上 林志玲在去年回台后 除了疗伤外 目的是还想和日本老公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冷静 也有人说 其实他们这一对夫妻的关系 已经出现了裂痕 福元爱和江洪杰的婚姻才刚刚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林志玲和她日本老公的婚姻 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看好 这是因为林志玲曾被传过很多次家庭暴力事件 不过当事人都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也没有什么公开的言论 林志玲今年48岁 也是个阅历丰富的明白人 她不可能一直忍气吞声下去 毕竟 众所周知 家庭暴力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台湾的狗仔此前也在节目中爆料称 某位国民度很高的女明星 丈夫被大家称为国民姐夫 俩夫妻对外很恩爱 但其实关系并不好 这名狗仔表示 南方日常控制欲很强 暴打也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在餐桌上吃饭 这位国民姐夫就会突然让妻子下跪道歉 这名狗仔的爆料 当时就引发台湾网友的热烈讨论 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黑泽良平 毕竟关于他家暴的留言已经传了很久 值得一提的是 网络舆论发酵时 林志玲很快就在INZ上发婚纱照纪念三周年 似乎在辟谣家暴传闻 去年年底 林志玲回到台湾宣传新书刚刚好的优雅 疑似要复出 在活动现场 她大放分享升级当妈妈后的心得 表情很是幸福 当被问到家暴传闻时 林志玲也立刻澄清 并表示不能活在网络的传闻里 否则日子越过越不好 尽管林志玲在活动现场依旧优雅大方 极力渲染自己的婚姻如何幸福 但很多网友还是不相信 由于当天她的状态不是很好 不仅面犯油光 脸部也有些浮肿 也被认为与之前假体被打出前后呼应 认为她是借着宣传新书 实则回来修复假体的 今年情人节 林志玲晒出了和黑泽良平和拍的甜蜜血针 照片中的她们看起来很是亲密 但这并没有停止外界对她们婚姻的猜疑 外界对林志玲这段跨国婚姻之所以不是很看来 第一是因为林志玲本身算是下嫁 结婚前她有着台湾第一美人的称号 还曾年入六千万 成功跻身福布斯明星富豪榜 而黑泽良平之名度并不算高 而且林志玲的收入是黑泽良平的十倍 第二是林志玲婚后的变化 林志玲之前在国内的形象一向是知性性感的大美女 气质很高级 但有网友发现林志玲婚后的穿着打扮 变得越来越日本化 长相和气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不久还被发现她上了日本的综艺节目 在节目上打扮得很日本风格 而且说出的话也充满争议 婚后林志玲总是护肤心切 只要有负面新闻 她每次都积极辟谣 但日籍丈夫却多次拖后腿 2021年 她就多次被拍到与女子到居酒屋中喝酒 情绪上来了 还与对方搂肩膀合影留念表情非常开心 日本媒体也多次报道黑泽良平与林志玲婚姻不幸 更直言南方多次出轨 由于当时林志玲还没有生孩子 媒体几乎都认为是因为没有生育才引发夫妻危机 甚至还有传闻称 因为孩子的问题 就连黑泽良平的妈妈对林志玲也不好 婆媳关系很糟糕 林志玲作为国民女神 多年来一直是两岸三地网友们心目中的白月光 她出道多年有过许多绯闻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与严承煦的一段恋情 只可惜俩人最后没能修成正果 林志玲转头嫁给了黑泽良平 婚讯传出时 不少网友都觉得遗憾 直指南方面乡不好 一看就有家暴的倾向 不过就在2022年除夕 林志玲官宣了生儿子的喜讯 距离黑泽良平找美女也过去了九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件事也就被大众淡忘了 可如今看来 黑泽良平除了家暴之外 还有绯闻缠身 或许她本身就不是一个好丈夫 不然也不会频繁传出负面新闻 只是可惜了林志玲 昔日的女神下嫁 日本艺人 本以为遇到了良人 结果却嫁错了人 男方疑似不忠 而且还家暴 对林志玲来说 肯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毕竟两人的孩子还小 之间还有一些工作上的牵扯 不知道林志玲之后 会选择隐忍还是曝光 但还是希望她能够保护好自己 早日收获幸福 如果真如爆料所说 林志玲的确没有什么可留念的 毕竟婚姻冷暖 只有自己清楚 而她也有自己的事业与未来 重新回归娱乐圈 也会过得很好 不用被那么一个人折磨与摧残 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看看娱乐圈离婚的女星 不管是孙怡还是张嘉妮 反而迎来事业第二春 赢得观众们的追捧与喜爱 尤其是女粉丝们 都在告诉我们 没有男人 照样可以活出精彩 过得比以前好一百倍 与其备受别人的折磨 伪装演示出来的幸福 早晚有被拆穿的时候 况且还要自己承受痛苦与折磨 还不如认清楚渣男 选择离开 重新开始 让那个人独自懊悔 你们说是不是呢 我能不能让你回来 这些人独自然的折磨 那我在这一段 这个人独自然的折磨 我可以 呈你回来